台湾金融業去年遇到中共肺炎 不過獲利依舊很穩健 國泰金扣2020年稅後存益760億元 美股存益5.41億元 尤其投資台股投包率高達13.5% 依助稅後存益527億元 創下歷史新高紀錄 國泰金整體未實現利得 也沖上1946億元 整個的全球的經濟的這個狀況 看起來是越來越好 對我們未來recurring上面 其實是會有蠻大的正面的注意 美國公佔值利率上揚 宣示市場利率向上攀升 也讓售險業今年重點放在海外投資 海外債券預估投資5000億 國泰總經理李長庚更是樂觀預期 三大因素包括利率恢復到2019年水準 新台幣不再獨強 避險成本下降 全球經濟基本面好轉 今年獲利將比去年更好 那也就是說你過去來講 是靠全球的這個撒錢 但是今年看起來是 我覺得下半年之後 整個情緒真的是有機會往上走 其實我覺得避險成本 今年應當會比較明顯的下來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說 台幣本身應當不會再像過去一樣獨強 台幣到27塊7很可能是這一波的一個到頂 所以我說整個營運的基礎面 是比今年來的更好的 金融業迎來好彩頭 業者遇過今年鼓勵發放 有機會超過去年水準 台股看法也是觀察指標 股票市場如果能夠有基礎 有經濟的基礎做底值 它會走得比較長遠一點 但是因為整個畢竟 從去年開始真的撒了那麼多錢在市場 所以波動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台股週一再度上工 不過股會市卻是不同調 新台幣連續五天貶值 位資匯出市場資金移動都是原因 李長庚預告今年資本市場波動會相對大一點 投資團隊也會視情況 調整台股投資不畏比重 新唐人演的電視文官女士維同 台灣台北報導